在台湾很多人拜关公 其实说到了三国时代的名将封神榜 还有一位同样是以中义闻名的赵子龙 在台湾拜赵子龙的信众密度最高的 就在台南家里 这里有一座长达三百年的古庙 在这边流传着关于赵子龙的神迹相当的多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段 就说曾经有一次官兵抓强盗 结果这个强盗倒非跑呀 跑到了一半 他就看到了赵子龙骑着马 手带着兵器就在他面前显灵 他下的当场跪下当场就赶 另外还有传说说 三更半夜赵子龙会在那边练兵练将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何人 我乃长山赵子龙 莫非你就是血战长矿坡的赵子龙 相传赵王爷每个月都会骑马 这个巡视他庙宇附近的这个地方 那保佑当地居民的安全 太南乡下某一条河流边 这一天来了大批的镇头 为了是帮生命开路 干支手中的鸾叫不听双手使唤 朝着河边直奔过去 而且各路人马聚集 人越来越多 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法师的带领下 赶紧端着一个窩往河里走去 一行人越走越深 据说这是赵盛帝君 收服恶灵的重要仪式 那洞他代表说他比较水 水就说洞子底下的东西 就是说他的冰水 就撞上来 装满河水的窩 要立刻以红布捆绑 再拿出福令封印起来 法师说 这里头满满全是孤魂野鬼 四方恶灵 他们都是被赵盛帝君给降服 自愿败入他的门下 它的槍水冰 水酒 天冰 天獎 這個燜點很好 如果它的補酒 它的東包有需要 它能夠補給人 專門用來勤水的瓮 彷彿就像紳士說要的葫蘆 能夠容納無形界的各路好兄弟 如果瓮裡的水越來越少 就代表著冰匠面臨缺額 必須再一次招兵買碼 過期北有一次請三公主 一人照理說應該是兩公主 去孫國宮會比較在康徒 電腦有保鮮膜嗎 應該是要扶著 不過紀元是那兩公子扶著 有一個是剩一剩 一個剩三分之一 紀元那些完全沒有... 都很好耶 紀元是乾的 真是如此嗎 信徒口中能夠想妖扶摩 還能把他們納入 旗下兵將的趙聖帝君 就是三國時期的名將趙子龍 而台南家裡的永昌宮 就是台灣少數奉趙子龍 為主神的開祭祖廟 趙聖帝君 一將 趙聖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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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帝君 在三國演義中 趙子龍武藝高強 渾身是膽 是屬國流被揮下的五虎將之一 聖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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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擁護 幼主劉強吻名的 蜀國大將趙子龍 被台南鄉親奉為神明朝拜 已經超過了300年歷史 而起源竟然只是一塊木頭 清康溪30年間 據說台南家裡有一位村民 每天都會到附近的河邊捕魚 卻發現有一塊浮沫 在溪裡盤旋了好幾天 這塊木頭撈上完之後可不得了 因為翻開一看 背面竟然被法語 鑄成了一行五個大字 長山趙子龍讓村民們議論紛紛 好巧不巧是隔幾天後 還有一名從大陸來的男子 到了村莊 說他身負重責大任 三百多年來 擔心過好幾次的精神 至今還是保存良好 成為廟裡的鎮店之寶 俗稱子龍廟的永昌宮 更成為台南家裡一代的信仰中心 趙聖帝君的神蹟在民間廣為流傳 據說形象剛直正義的趙子龍 之所以要招收孤魂野鬼就是要庇佑香里間的平安 他除了平常的調兵遣將之外 每天都會親自騎馬出巡 心下仗義 曾經還有這個盜匪圍徽作膽 那就被這個當地的官吏跟民眾追捕 那跑到一半的時候 居然看到這個趙王爺手上的 這一把槍的槍頭 犯著油量就在眼前晃動 那這個盜匪當場嚇得 昏了過去就被繩之以法 人們口中那一把油亮亮的槍頭 或許就是這一把 矗立在廟宇側門的雕像 就是趙子龍 集合他的愛馬 玉蘭 白龍鞠 手裡還拿著一把龍膽亮銀槍 看起來威風凜凜 不過一旁的圍牆 看起來怎麼好像缺了一大片 這個四五次就是都固定 這個地方就是都派遣 都親手不好洗 到底怎麼了 沒有地震 沒有颱風 圍牆上的瓦片 怎麼會一再崩落 而且位置就剛好落在馬蹄附近 這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他說就是說 你這樣這個地方就頂到 這個王爺要出去損失的路人 所以他要去騎到 子龍 小心 真的是玉蘭白龍鞠 太過猶猛一腳踹飛的圍牆瓦片嗎 上禮間一輪紛紛 說常在夜裡聽見打打的馬蹄聲 甚至有人目睹趙子龍騎馬 經過家門口 我們現在時候都聽著 都有一個賣草水 就是代表說 晚上真的比較有王爺 他會去家都去隨時 就是要賣草水 就是要賣草水 那個時候 走到附近的住家一看 屋簷下確實都放著一盆 綠色植物象徵馬草 還有一盆清水 好讓趙子龍過他的冰匠 騎馬巡視村莊時 得以休憩補充體力 或許正是因為村民們都很虔誠 甚至連里民都改成了子龍廟 得以讓這裡似時無哉 據說從來不淹水的子龍禮 是因為當年趙子龍降價玄妙址 就是非這塊地莫屬 信徒找來風水師一看 竟然是大吉大利的龜雪 如果是站到這一個龜雪的人 往往人家說就是長壽嘛 就是福壽延免 所以這個龜雪來講 往往都是好的 日子蘇台北說那個時候 都有種軍服 軍服 然後日本人種軍服 都去南洋 夏南洋去做兵 幾乎損耗的兵力非常大 但是我們這村沒有一個失落 因為我們地軍是無重 風水學上的龜雪 不僅是象徵長壽的護民雪 還有所謂的龜頭出總兵 龜尾萬人釘的說法 說白話就是後代子孫 會很有前途 真的嗎 這位名人或許就是隱正 一額的前租日代表林晶晶就是出身子龍李 據說他年輕時赴大陸留學 準備搭船回台灣的前一晚 做了一個怪夢 沒錯 令人頭皮發麻的是那一艘船就是太平輪 後來在海上和貨輪對撞 從此沉沒在舟山群島海域 造成了932人罹難 據說要不是趙子龍顯靈勸阻 林晶晶恐怕也會葬身海底 永山共的梁上還掛著一塊林晶晶落款的匾額 證明這段往事所言不假 事實上包括了前台南縣長 朱立倫的岳父高玉仁 前教育部長吳清姬 知名集團創辦人 有擺過南霸天之稱的吳耀廷 全部都是台南家裡出身的名人 他們在社會上的斐然成就 成為家裡鄉親的驕傲 也讓趙子龍保身又名的事蹟 增添了許多傳奇色彩 主。 福尉 聖人 神 神 神